蔡門回後兩岸緊繃大陸廣東宣布要進行沿海射擊軍演 但另一邊在大陸多次狂提中華民國的馬英九回國後這麼說 馬英九在大陸高喊中華民國憲法 還說連大陸都屬於中華民國 不過總統蔡英文卻這麼說 我們現在已經是2023年了 他這個論述應該是在1970年代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馬英九講的明明就是憲法規定 麻辦也炮紅蔡英文 公開主張兩國論已不適任中華民國總統 當民進黨在那邊歡天喜 你說麥克勢竟然蔡英文了 麥克勢立刻講 他想去北京見習近平 那請問一下到底在幹嘛 你到底成不承認你是中華民國總統 如果你羞於承認赶快滾蛋 大陸的居民到台灣來要拿一張入台證 台灣老百姓大陸去的時候要拿什麼台報證 就是因為馬英九所想的 一中各表 所以你就把路也灰灰掉 全部歸入外交部 民嘴諷刺蔡英文否認憲法一中 但友邦瓜地馬拉卻狂提一個中國 美國官方甚至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應該直接駁斥瓜地馬拉總統 所以你搞錯了吧 我不是中國 你為什麼不講 沒種嘛 麥卡錫當著你的面直接講說 還是遵循一中原則 那請問一下你怎麼不駁斥他 連瓜地馬拉總統整個拿我們的錢都 我們都不敢抗議 敢跟麥卡錫抗議 麥卡錫說想加速對抗 台軍售戴民嘴痛罵 川普賣魚叉飛彈給台灣 卻被信任總統拜登給擋住 以便我們買得又爛又貴 你們也不交貨 魚叉飛彈是美國幾十年的老飛彈的 他也賣你 你也高興的不得了 蔡總統在一年之內 建了兩個美國的眾議院的議長 那你得到的什麼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籌碼都壓在美國那邊 這個方向是一定是錯的 共和黨麥卡錫和拜登還有選舉酬 但民進黨高調劍麥卡錫還聯合抗中 就怕是禍不是福 記者謝宏如許光豪 SNG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